1月11日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在帕萨迪纳市举行了中华美食之夜活动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及夫人陈魏带领领馆人员拉开了活动序幕 加州众议长弗里德曼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 洛杉矶县里宾斯司长罗德尔萨伯 洛杉矶县县政委凯特琳·巴格的代表吴中国 帕萨迪纳市长托纳克 蒙特利尔公园市长陈暂新 盛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 杜拉提市市议员康家琛 以及南加州社区等百余嘉宾出席活动 本次中国名处代表团由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高炳毅带队 中国最美厨师罗永存 中国国家高级技师刘强 战书剑 吴志鸿 孙明海 周华 林全文 王立群 蒋良醉 李欣 等为大家带来了味觉与视觉的盛业 丰收橄榄鱼园 无鼠闹天宫 蝶恋花 迎宾花篮 玫瑰蜂巢 宝塔牌拼等精美的中华美食 现场还提供给中外嘉宾品尝地道的北京烤鸭 拔丝地瓜 双色牡丹虾 还有表演中式传统的龙须拉面 雕刻 大栗花 西瓜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表示 洛杉矶有许多美食 帕萨迪纳更是美食天堂 并且有丰富的历史文化 在中国 食物不仅是果腹之用 更是一种文化和哲学 期待本次活动可以通过美食来推广中国 一方面 我们让大家品尝我们这些厨师们做的正宗的中国美食 可以让他们亲身感受到中国饮食文化的这种魅力 另一方面 我们也通过这种活动来进一步 增强我们跟美国各界人士的交往和友谊 庆祝中国春节的以及纪念我们中美建交四周年的一个很好的活动 中国名处代表高炳毅很开心率领中国烹饪协会成员来到洛杉矶 通过制作中国美食 庆祝中美建交四十周年 我们这一次来呢 主要的也是为了通过在洛杉矶举行这个活动 那么一个是应洛杉矶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邀请 另外呢 我们也是为了在这个美国的朋友面前来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文化 所谓的美食传友谊 中国的我们搞的美食外交 它的魅力也是无穷和无限的 本次有十一位厨师来自北京 上海 山东 宁夏等地 他们都是中国国家高级技士 更是曾经在2013年 2017年受中国政府委派 走进美国的纽约联合国总部进行烹饪表演和展示 获得高度赞誉 美食无国界 本次活动旨在把中国传统的美食介绍给美国的朋友们 让他们可以更加地了解中国 中国美食 还有无与伦比的中华文化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